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朴构成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学习经中的民间牌局 首先我们来看一道小巧玲珑的对杀题目 清远连壁式 请谈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问局部对杀是一个什么结果 这个棋看着好像是这个变化空间很小 但是有趣 里边藏着各种各样的攻防变化 首先黑棋这个棋是要挡的 这里是双方对杀的要点 假如这个棋走在这 看着好像到脚里去宽气了 但是白棋一爬 这个棋呢意外的就没有了变化 因为这个地方呢 无论怎么杀气 这个黑棋都宽不住气了 比如说黑棋挡这个 白棋点 这个是防止黑棋做节的这个一种手段 黑棋如果挡下来 白棋从这里搬 再叫吃也没有用 白棋在接住 这个棋呢 明显的你在紧气的时候 白棋快一气 把黑棋给杀掉 挡的时候白棋点这个 黑棋如果从这里直接搬着紧气 也没有用 白棋从这里退过去之后 黑棋脚里只有两口气 这个无论如何 这个也没有办法和白棋对杀 这是一种杀气办法 还意外的呢 还有一种杀气变化呢 是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有效的紧气方法 黑棋如果挡这个 白棋从这里渡过 这个很明显 这地方 这个要被 民棋追杀了 下面黑棋如果紧气 白棋叫吃了 黑棋如果力倒 白棋可以紧在这 这个棋 还是不行 这地方白棋还是要追杀 先扑 这个棋也没有用 扑的时候 白棋提也可 这个棋 这地方还是宽不住气了 你 扑的时候 甚至呢 白棋还有可能从这里叫吃 直接就把你一起吃了 你再提 白棋再叫吃 这个黑棋也没地方逃 所以这个家 也是很凶的一招 杀气手段 如果挡在这 白棋从这里渡过 黑棋扑也没有用 提掉 黑棋立这个时候 白棋从这里紧气 黑棋又死掉 这地方白棋有眼 黑棋没眼 直接往这边挤气也没有用 这个 直接这个就叫吃了 所以这个 也是一种挤气办法 由于有这个挤气办法 和这个挤气办法 两种挤气办法 都是黑棋不行 所以黑棋第一招棋 往脚里去走 想宽气 意图是宽气 实际上是自取灭亡 把自己的棋的弹性 反倒走没了 所以这个棋要单挡这个 单挡这个时候 白棋肯定是不能走这个 因为走这个时候 黑棋不可能冲这个 和挡这个自撞一气 这个时候找死 你如果松一气的话 黑棋直接紧气 我们看到这个白棋已经完了 所以黑棋紧这个气的时候 等于是逼着 白棋也必须要紧着气走 拐这个 这个是看着理所当然的一招气 一般人觉得好像 这是不是不行了 黑棋走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接住 白棋搬这个 这个黑棋两气 白棋三气 这个明显的黑棋气数不够 或者呢 走在这 意思也是一样的 黑棋如果立呢 白棋再紧气 总归这个也是白棋快一气的细形 白棋拐 黑棋如果走这个 这种招呢 也没什么用 这在收关时候有用 但是在对沙子时候没用的 白棋走这个 黑棋搬 白棋叫吃 黑棋反叫吃 白棋提掉 黑棋反提 白棋接手 这是收关时候的有用的手机 黑棋这可以先手接一个 白棋从这叫吃 或者从这叫吃 黑棋先手得到了官子便宜 但是这收关不是对沙 这个棋白棋这几个字逃回去了呢 应该算白棋作战成功 所以黑棋在这个时候 不是收关的问题 这个棋 根本就是应该说 黑棋就没有死 黑棋不能把自己 当成死棋 黑棋在这有一个 绝妙的手段 立下去 这个是局部对沙的政筋 也是古人要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局部的变化 就是什么呢 黑棋挡这个白棋在这紧气的时候 黑棋一粒 这个是常用的实战手段 在对沙中经常可以看到 由于这脚上要一定要在脚在边上没有用的 这是在脚上才有用的手机 这一粒 意外的这招棋宽了半棋 白棋在这走这个的时候 如果走这个紧气 黑棋 可以在脚上抵抗 白棋叫吃 黑棋接住 如果这个棋往左边靠一路 整体的往左边靠一路 在边上的对沙变化的话 黑棋这条几条棋都是没有意义的 白棋再打吃 黑棋提掉 白棋再叫吃 如果都往这边靠一路的话 这个就入吃了 这个黑棋就死了 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这个变化 是在脚上的这个变化 黑棋一提了之后 由于白棋这里不能入气 这个局部对沙呢 就要变成了白棋快一棋取胜 这个是 这道题的这个手机价值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黑棋一路立 妙手 宽出气了 白棋当然没办法从这边进气 从这儿进气 直接就叫吃了 也不用看别的变化 白棋在这个地方 如果走这个 刚才说过了 黑棋可以搬这个 白棋如果叫吃 接上再叫吃 提掉 白棋脚里不入 单搬也是一样 单搬的话 黑棋也还是走这个 白棋接这个的时候 黑棋再从这里进气 终归呢 这里又是黑棋把白棋杀掉了 这个交换完了 白棋如果走这个 这个黑棋呢 也不怕 黑棋即使 老老师在这儿紧气 这个棋 白棋也完了 因为什么这个棋 不入气啊 还是一个经济独立啊 你走这个时候 他在叫吃 还是黑棋 快一棋杀白棋 但是这样的棋形 这个本身是骗着 黑棋 他想骗黑棋 走这个 白棋叫吃 这棋接住 白棋 快一棋把黑棋杀了 但是假如黑棋 不上当的话 这个地方 这条就没用 因为黑棋 他可以叫吃在这儿 白棋还是不能 从这儿叫吃 从这儿叫吃 这儿提两个之后 这个棋 又宽出来了 但是白棋 从这儿叫吃也没用 黑棋提掉 白棋 只好去打二换一 我们看到黑棋 把这个脚上的子 先手救回来之后 还有余力 去紧对 这个白棋呢 又是一无所获 所以说 在这样的棋形 白棋搬这个 也是没有用的 走这个爬 也是没有用的 黑棋可以叫吃的 搬这个也没用 黑棋可以吃这个 也就是说这招棋 可以考虑退出了 这是一招废棋 局部白子 真要想得到这个脚 最大的说 得到一个脚的便宜 一个就是直接走 这个就算了 但是这个看得太清楚了 没变化 白棋紧棋 黑棋叫吃 眼睁睁的看着 黑棋快一气 有没有什么欺骗性的手段呢 就是这个还可以试试 送吃 现在黑棋没法锦棋 锦棋这个直接被白棋吃掉了 所以黑棋只好吃这个 白棋不能从这叫吃 从这叫吃 黑棋力倒了 什么棋都没有 这个有眼杀无眼 但是白棋可以从这叫吃 这个是局部 这个比较有欺骗性的手段 尤其是在这里没子的时候 强调这里白棋要直接提一个子做活的时候 这个恰是有效的 打吃再反叫吃 在这个地方 黑棋要小心 不能上当 黑棋如果立这个 这是上当之一 白棋叫吃 倒包 这个黑棋死掉了 黑棋也不能提 上当之二 看着提的效率很高 但是白棋从这一叫吃之后就发现了 这地方居然出了一个结 黑棋提结呢 白棋就撑住 再提回来 黑棋如果想从这紧气 白棋直接从这里提过去 这个棋不是净杀 所以打结少 所以白棋先送吃 黑棋叫吃 白棋从这里翻吃的时候 黑棋要注意 别上当 一例把自己送死了 一提 变成打结了 所以要趁着这个地方 白棋这里不入气的时候 赶快紧气 这个是避开险境的好办法 白棋这里不入气 这里不入气 只好提这个 黑棋再叫吃 和刚才那个立了这么紧气相比 这个棋 白棋有可能将来 比如没这个紫肉 还有各种各样的不活的可能 这样 如果能提掉一个 就算活干净 将来无论外边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这里边都是活气 也就是说局部呢 这个手筋呢 还可以试一下 走成这样的棋 黑棋立手筋 白棋恰军手筋 黑棋打吃防御 白棋反叫吃手筋 黑棋紧气下发正确 结果是白棋提掉黑棋叫吃 这几个手筋 黑棋立 白棋送吃 黑棋叫吃 白棋反叫吃 这是古人想给我们展示的变化 也就是玄学棋经中的这道题的政变 但是我们说 这里边还要加以研究 这个 下成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这几个子 死掉了 有没有办法 白棋在这里 下出更强的手段了 这个古人 没有研究 这个经过研究 这里发现的 黑棋第一步挡 是可以的 但是白棋在这里有杀棋的新手法 就是说实战 跟关子是不一样的 关子的时候 我收这个就算了 他立这个 我就算这个成这个 不走这个庙时候 成这个让你吃这个 我把先手把脚收来就算了 但是实战中 有的时候是不能放弃这四个 这四个非常重要 或者棋盘人士有变化的 比如说白棋 劫财非常多 这个时候 白棋 要拼命的就这四个子 于是 这招棋就因运而胜 这是古人 没有看到的一招棋 古人说这招棋是黑先生 但实际上 白棋 一路藏着一个斑 黑棋 在这地方 没法再宽器 如果你去宽器 一叫吃 一接一搬 反倒把自己给做死了 往这里走 也没有意义 白棋 追着一加 这问题就大了 黑棋 再立 白棋 再加 等黑棋 想起回头叫吃了的时候 这个里边 已经又藏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比如说 他做结 这就变成锦气结了 当然这个吃还不成立 现在好像吃了很痛快 但是接了以后 我们一看 这是一个金鸡独立 这地方也不入棋 这地方也不入棋 白棋反而上道 但是白棋毕竟可以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棋做成锦结 紧完棋之后 这个地方又可以做结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黑棋走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这边搬着变化 如果你打这吃 白棋勒吃 提掉 叫吃 这回是正宗的一气吃 搬的时候 如果你从这叫吃 这回 从这叫吃 提掉 再追上 这也是一气吃 搬的时候 如果弯这个 白棋不是走这个 走这个黑棋叫吃 这什么棋都没有 这个棋 再弯枪也不行 即使你走这个 想做这个赖皮结也没用 黑棋就紧气 白棋扑进来的时候 黑棋提掉 你提这个结 他提这个结 这是一个连环结 怎么也不行 但是这样的棋行 又有变化了 搬了走了以后 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变化 这个很有趣 他挫在这 不让你从这叫吃 黑棋从这叫吃 这条棋是可以的 但是接下来 白棋就老实的 把他接上 这一看呢 这里边已经解决不了了 如果你从这里搬 白棋从这里扑 这个已经是结了 而且这个呢 还要看白棋高兴不高兴 白棋不高兴扑这个结的时候 他就接上 你也拿他没招 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接到这去 这个就变成黑棋之后 在这紧气 变成了白棋 先手双活 逃掉了 这四个已经逃掉了 如果 班的时候 接上 黑棋不满足于这个双活 那对不起 黑棋只好自己来扑接 但是这个自己扑接也很伤 局部变成白棋先手提接 这个打结的情况呢 对黑棋不利 这个介绍一些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 白棋一路搬的时候 黑棋不能随便去宽气 你这个越想宽气 被白棋紧气之后麻烦越大 所以 这个变化就别白了 但那个时候 黑棋不能紧这边变化 紧这个变化被直接叫吃了 这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地方 所以黑棋 必须叫吃这个 粗粗一看好像没招 但是 这地方白棋 有一个 非常强硬的抵抗手段 做结 尽管这个结 是对黑棋有利 这个是宽气结 因为什么 黑棋既是脱纤 白棋叫吃 黑棋还可以提结 下一步棋才是紧结 这个是缓气结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局部 这地方是个结 这个才是双方最强的对战结果 白棋从这里做了结之后 看着好像黑棋在这里边走棋啊 还可以走出很多本身结财来 其实不然 黑棋走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白棋没办法 白棋 这个是有效的本身结财 白棋必须紧气 但是下一步棋 黑棋 不能走了 这只有一个本身结财 下一步黑棋 如果搬这个的话 白棋叫吃 这个不是缓一气结了 这个变成了紧气结了 立刻就你死我活了 黑棋如果走这个 这叫吃也是紧气结 黑棋如果立这个的话 白棋从这里叫吃 这个又是紧气结 黑棋这个棋立这个都来不及了 立这个他从后面这个追上了 所以这个棋呢 黑棋只有这一个走是结财 所以这个一个结财 白棋还是可以承担得起的 下一个黑棋再也不能走了 再走这就要变成紧气结了 这个棋黑棋走这个时候 白棋要小心的地方 所以不要中了对方的陷阱 不要着急的想马上去和对方打紧气结 想着打吃 黑棋接住 我再叫吃 这不马上就紧气结了吗 但是这招棋要小心 不能走的 你走这个打吃 没有紧住这个主体的几个子的气 黑棋在这里一立 这几个白棋的主体要完蛋了 棋这个是没有用的 棋这个他从这儿较吃 这儿变成多宽出一气了 所以这个是不能走的 这个打吃完了再 至于这个能不能做结财 这都是题外的话 本身这个棋一般 这个棋已经有变化 由于有这个一般的变化 黑棋最善的变化只能打吃 白棋可以做结 这个棋的变化 已经不是黑先白死了 而是白先结了 所以说 对于对杀的题 我们一定要从各个方位来考虑 如果能把最强手段施展出来的话 一定不要放它过去 这个在下棋的时候 就是要多动脑筋才能发现的问题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学学棋经》中的鸡旋式 请他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问局部黑棋怎么才能活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道题 白棋这个棋呢 威胁了这个黑棋这四个字 眼看就要叫吃了 黑棋怎么办 黑棋假如这么去就这四个字 白棋先手抽 黑棋接住 白棋再扑 这个底下黑棋呢 他是活不了的 小尖也没用 白棋就把这两个提掉 黑棋在团的时候 白棋再往里破眼 这个活不了 这个眼被一扑之后 已经被灭掉了 不能接这个 你在提的时候 白棋掐眼 上面这只眼呢 已经不是眼了 也就是说 这样的棋行 单纯去就这四个 是行不通的 如果这个棋接在这 白棋同样还是破这只眼 下面黑棋叫吃 白棋往里送 这个地方呢 活不了 鲜小尖 这个也没有用处 白棋可以洽进去 这个地方呢 黑棋还是活不了 黑棋如果现在走这个 这个也为时已晚 白棋可以搬一下 黑棋没有办法 局部坐不活 所以这个接 下发也不行 从这里叫吃 这个眼 眼看着就更不行了 因为白棋这里 明显的这地方就有断打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之后 黑棋两边都活不了 打吃也没有用 打吃完了底下 眼位还是不够 所以这个棋行 这么去旧也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也不行 这个怎么样 但是你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如果去扑 当然黑棋这一坐也就活了 问题是白棋扑这个之前 他肯定是个可以先手叫吃一下 黑棋只好接住 白棋再扑这个眼 回头再一看呢 尽管这多送了一个 变成了两个 但是局部还是活不了 黑棋小尖 白棋提掉 黑棋接上 白棋还是可以在这里破眼 尽管黑棋的这样做呢 眼变成大眼 气长了一些 但是找不到最佳目标 还是要死 这个提醒就很有趣 我们讲了几种的旧的变化 一个是这种旧四个 一种是这个接 一种是接这个 还有一种是吃这个 都不行 怎么看这个棋都活不了 也就是说对于这四个子 不能直接了当的去救 你直接了当的去救这四个 越救越死 当然说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不管 比如我去做这只眼 白棋把这四个一吃 这四个提掉之后还怎么活 根本就活不了 黑棋只有一只眼 所以这四个也不能随便就放弃 这个黑棋看着呢 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 单纯就这四个 要被人家在上面破眼 这四个如果不去救 被你去做上面的这眼 这四个被人吃掉 又不活 怎么办 这就是困难的时候 就要出妙兽 黑棋可以采取一种 这个灵活的对抗手段 叫似救非救 黑棋走到这 看着好像很笨 这四个我还没救回来呢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他这招棋有效的限制了白棋的进攻手段 他尽管没有直接去救四个 实际上在间接的 他已经把这四个等于救回去了 为什么呢 如果白棋去叫吃这个 黑棋明显这有一个反叫吃 白棋提掉这四个 固然收获很大 但是黑棋把这三个提起来之后 黑棋也活了 这个棋呢 白棋吃四个 黑棋吃三个 白棋根本就连木树都不便宜 所以说白棋不能接受这样的变化 这个等于放黑棋活了 也就是说这招间接的就这四个字是非常高明 他等于反过来考验了白棋的应手 看白棋怎么下 白棋在这儿 他不能直接去吃了 刚才说你从这吃人从这叫双吃 那三个是不能丢的 白棋如果从这吃 黑棋接住 下一步棋 白棋如果从这里扳破这个眼位 黑棋把这个眼一做 由于这儿多送了一个 反而这个字逃不回去了 再爬的时候 人家可以吃到包了 反而活不了 如果不搬这个 直接去破这只眼 这个先打掉了 黑棋这个立 就变成了有趣的做活手段 白棋如果再破眼 黑棋把这个眼立下来 黑棋两个子逃掉 白棋三个子变成了俘罗 这个棋 白棋亏大了 所以立的时候只好提了两个 但是这样一来 我们看到黑棋从容不破的 在里边做活 黑棋走这个的时候 说白棋如果对着直之不理 我不去吃这个 也不吃这个 我直接破眼怎么样 那黑棋一叫吃 白棋吃这个来不及了 现在 你吃这个时候 人家把这三个先提掉 那边先活了 你后手提这四个 意思已经不大了 但是这个时候 叫吃的时候 你如果提这两个 黑棋往里一锁 黑棋这边要活 白棋这个没有叫吃的机会 所以这条鞋很有意思 走了以后 白棋先叫吃不行 先叫吃丧失变化 黑棋接在这儿了 以后利用这个立的线手 他可以活了 这个地方不走也不行 你铺这个被他叫吃 这边叫吃来不及了 那白棋就想法 能不能先提这个 先提这个 如果黑棋做这个眼 白棋还是可以吃过四个 这样呢 黑棋还是不活 黑棋如果接在这儿呢 白棋还是可以叫吃 黑棋接住 白棋再破眼 这样呢 局部又不活了 但是这个棋 尽管提这个 是一种比较冷静的下法 但是黑棋这个 和这个棋交换 黑棋在眼位方面 已经有收获 现在他可以缩回来 展开防御 这个是这道提庙的地方 他接在这儿去了 现在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 单接是不行的 刚才说过了 如果你单接在这儿 白棋肯定是这儿破眼去了 下边 你在那儿叫吃 他跑着 这地方无论如何 做不出眼来 你在走这个时候 人家不是提那个 人家去搬 把你眼破掉 就杀掉了 所以这个棋 单走这个 要求在底下多扩展一路 做活空间 这个是已经带动的好手 白棋如果提这个 这说明白棋已经屈服了 黑棋现在可以接在这儿了 下面的变化 白棋如果铺这个 黑棋叫吃 这个已经活了 你如果送这个 黑棋立眼坐在这儿 你如果这一路搬 黑棋提掉 这个也是清清楚楚的活棋 白棋在铺这之前 先争取一个班 这是最后的挣扎 也没有用 黑棋千万别上当 别去做这个眼 黑棋如果去做这个眼 被白棋 度过 这马上就产生了大逆转 这个地方就剩一只眼了 这个怎么能逃的 再铺回头 带回头吃了 但是你一路搬的时候 黑棋冷静的在这叫吃是好起 你破不破这只眼 破不破都一样了 你破这个眼 他做上面这个眼 你如果破上面这只眼 他一提 在这都活了 这个黑棋 也可以度过难关 这个地方都是很有趣的变化 说明什么 这招棋 它是起作用 白棋对这 反而没招 先搬也走不动 先搬的时候 他不如到里边去硬 他可以直接叫吃 你提两个时候 他可以缩进去 直接就活了 来不及打吃这次 争取这个作活空间的时候 白棋如果不从这吃 也不从这吃 搬走这个是什么变化 这个也要注意 黑棋千万不要随手打吃 打吃白棋提掉 黑棋接这个的时候 白棋再把这个眼一破 回头一看 这个地方小间 把黑棋的眼位抢走了 里边这个地方活不了了 即使再扑 他提掉 再叫吃 都没用了 人家就沾上做钉丝 这个棋呢 反而死掉 黑棋走这个白棋尖顶的时候 这个棋最强的对抗手段 黑棋不要打吃 单接这个 这个是好棋 单接的时候 白棋如果搬这个 是没有用的 黑棋先手叫吃 白棋提两个 黑棋把这个眼一做 坐在这边 别装内气去 这样白棋再想从这度过的时候 黑棋 从这可以违线 违约上追杀 这个棋 白棋 逃不掉 非棋 可以活 所以搬这个是没有用的 接上 这个棋 比较有欺骗性的是什么呢 白棋是直接扑这 这招棋 欺骗性要大一些 黑棋对此 如果不注意 以为怎么都活了 走这个 威胁 下一手 我要提这个 跑掉 白棋不能走这个了 走这个 黑棋把这个几个字 逃掉了 白棋如果提这两个 黑棋扑进去 这个局部 形成了战死牛的变化 白棋再提 这个可不是结了 黑棋可以从后面追杀 做仗死牛 这一下呢 这个 又变成了静虎 但是我们说 这个下法要小心 黑棋单立的时候 要小心 白棋顽强抵抗的变化 紧弃 紧在这 黑棋从这 叫吃是没出息的 这个肯定没活路 这只有三个 上边不是眼 所以黑棋总是要扑进来的 但是被白棋 这多了紧了一棋之后 你再提 这个就变成了紧接了 黑棋接上 也没有用 白棋提这两个 我们看到刚才黑棋要走这个 才能做成进货 但是由于这里被白棋多紧了一口气 这个地方变成不入气 没办法走这个 提这个也没有用 提这个白棋还是破眼进攻 黑棋这个地方呢 还是不如气 所以好好一个棋 黑棋只好去打这个结了 这样呢 局部就变成了打结杀 白棋打赢这个结再一沾 沾成钉刺 黑棋就死掉了 所以这样的棋呢 这个黑棋又走错了 所以即使啊 已经看到了活路 但是也还要小心 这样的棋 在白棋一尖顶 黑棋接住 黑棋这招立 不是好棋 看着好像挺好 一立这要扑 但是被白棋 一旦被白棋紧上气之后 这要变成打结 所以黑棋在这里的 要找别的棋走 这个棋当然也不能叫吃这个 叫吃这个被白棋接住 这个提没有用的 提了三个 人家再往回送一个 跟这边这讨两个毫不相干 这个黑棋要变成镜死 但是黑棋在这 也还是可以脱险 脱险的手筋是什么呢 是先铺这个 要手 我不去立这个交换 直接铺这个 白棋就不能走别的了 如果走这个黑棋 一提两个 这肯定是一边一只眼就活了 白棋提这个 这个时候黑棋不要从这叫吃 从这叫吃 白棋追杀 由于这里不入气 这就变成结了 但是趁着现在黑棋这边 还能入气的时候 黑棋要先走这个 一扑一提一追杀 这样巧妙的行其次去 黑棋才能度过难关 这个由于黑棋一提就活了 这叫吃也活了 白棋如果再继续抵抗 这个我们看看后边的变化是什么 黑棋把四个一提 白棋不敢再点眼了 如果再点眼的话 黑棋立下来 那边那两个又逃出去了 三个白子反倒死掉 这个黑棋不行 所以在这样的棋形变化中 这个双方最强的变化 是这个 黑棋要求 间接的补三个子的 这个四个 补掉四个子的弱点 白棋肩顶 黑棋只好接住 这个也是抢手 白棋去破眼的时候 黑棋一路扑妙 白棋之后 提掉 黑棋从后面追杀 这样呢 黑棋总算在局部 做成了近火 这个才是这道题 最强的双方对抗变化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 玄中玄势 这是一道非常复杂的 对杀题目 请看起码 现在轮到黑棋走 任黑棋在局部 有什么手段 这个棋 黑棋如果从外头往里去眼 是不行的 黑棋假如从这里立下 白棋 这个不是好棋 黑棋走这个 白棋接住 黑棋再拖 这个眼位可做不出来 下边你走这个时候 黑棋扳着破眼 再挡 白眼破掉 这样白棋就变成了近似 问题是你立的时候 白棋可以跳这个 这招棋 这招棋是冷静的好棋 这地方根本就没得可动 剩下的变化就是 你走这个 白棋接住 再走这个 白棋再接住 夹里呢 是一个直四 直截了当的火棋 跳了之后 如果你走这个也没用 白棋就挡住 这个眼呢 你是破不掉的 什么时候搬进去 白棋什么时候把你吃掉 所以这样的棋行 要注意 从外边立也不行 跳也不行 不管你立还是跳 不管你走哪个 白棋都走在这 这一招棋 就把这个白角救活了 搬你也不行 搬就还不如这个立 绑住 黑棋只好接这个 白棋再立 又看得很清楚了 下边你破这个眼的时候 白棋把这个做上 又多两步 你如果先走这个也没用 白棋接上 又是一个直四 这个也直接了当就火了 黑棋在这个地方呢 本身 它是有手段的 黑棋在这个地方 它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要解决 不让你脚上的眼 为做大的问题 另一个解决 白棋外边防线 有毛病的问题 但是这道题 我们说 做的呢 稍微有一点缺陷 这个古人没有发现 这里边的问题 手机是什么 我们先展示一下 手机是这个 这条棋很妙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 破坏这个白棋脚里的眼位 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威胁着这要搬下来 一旦这里搬下来 这个棋呢 脚都被杀了 对于黑棋这个棋 白棋不能走在这 走在这呢 直接就被搬下去了 这个是预备性的 这个防御措施 所以这招棋呢 非常凶狠 它瞄着这个搬下去 白棋如果后退 黑棋一搬 白棋挡住 黑棋接住 这招眼 正点子要害上 等于这样的棋形 这个黑棋点子这 和白棋团子这交换了 再一搬沾 无论如何也活不了 下边你走这个 它搬这个 你走这个 这么破眼 怎么都不行了 所以这招棋 是很凶的一步棋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破眼进攻 白棋接住 黑棋一立 还是不活 下边白棋 如果小肩 黑棋破眼进攻 这地方 眼位不够 你接上 它从这破眼 你如果这么扩大 眼位也没用 它就这么扳 白棋 还是只好挡 黑棋 还是破眼进攻 也就是说这个棋呢 白棋也没有扩张到自己的眼位 白棋如果退这个直接扳就死了 白棋现在走这个 看他这个最强抵抗手段有没有用 对此 黑棋如果直接扳 白棋挡住 黑棋接住 白棋一立 这个是活得很轻松 黑棋如果单立 白棋又是一跳 这又活了 所以这地方呢 黑棋又准备一个妙手 第二个杀棋的好棋 是走在这 看白棋怎么办 因为这地方下一招棋啊 他一断进去 又要把脚杀掉 白棋面临两难 走在这也没有用的 走在这直接就杀了 先看如果接在这怎么样 这两招交换虽然逃不出去 但是对破眼是大有作用 现在再扳这个 白棋紧气 黑棋就心平气和的接在外边 这两招已经发挥作用了 如果没这两招交换 白棋一立 就简单的进货了 由于现在有一个先点的交换 白棋已经不货了 如果白棋走这个 黑棋可以接在里面 这样呢 局部是一个直三 死掉了 白棋如果吃在这 黑棋送死破眼 这个也没有地方去活 提两个已经没有用了 黑棋再扑进去 总归白棋只有一只眼 所以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这一点 是破眼进攻的好气 白棋如果接着一搬就死了 所以点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直接抵抗怎么样 黑棋这个时候 肯定不能去吃这个 吃这个被白棋反叫吃 黑棋提 白棋在一搬 这个黑棋这些都是死的 都逃不出去 但是我们说 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 还有好气 他可以接在这 这招 这招棋 厉害 继续威胁着 要吃这脚 这个棋子子 白棋如果接在这 看着好像吃了好多 但是不解决问题 黑棋一搬下来之后啊 意外的 这个地方还是不活 白棋 白棋靠下来的时候 黑棋 接这个 白棋 即使 这个地方再 从这里折腾也没用 接在这也不行 接在这 黑棋可以立下去 这地方 眼睁睁的看着 这是没有眼的 现在如果搬这个 黑棋就算虎住 这个也没招了 白棋下面如果接这个 黑棋把这个吃掉了 脚没了 如果白棋接在这 黑棋吃在这 白棋意外的这个棋立不下去 如果你硬从这里立的话 黑棋可以从外面追上 这个是个接不归 逃不掉 粗看之下 好像提三个是先手 这一提 应该能活了 黑棋如果一点眼 白棋再一立 这一个不就 把黑棋给骗了吗 问题是 你提这三个的时候 黑棋可以很冷静的 把这个提掉 这就变成了 吃三个不活的棋性 你沾这个 人家破眼 你作眼 人家从这破眼 终归还是活不了 所以说呢 先点这个 白棋紧这个 黑棋再点这个 这个是好棋 点了这个以后 白棋如果接黑棋一般 这个 把他给杀掉了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再往里接 继续送吃 白棋在接这个时候 黑棋再一般 也吃掉了 这个是展示的妙手 在古代版本时候 有一种棋是下在这儿了 这个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如果白棋接上 黑棋一般 这个活不了 如果白棋走在这儿 黑棋再送 白棋再接的时候 黑棋可以立下去了 这个也活不了 但是古代的 这个版本的下法 是不对的 因为白棋可以叫吃 叫在这儿 黑棋如果立 白棋怎么 随便怎么一作眼 守住这只眼尾就活了 所以黑棋要叫吃 等白棋提掉的时候 黑棋呢 再往里扑 这个 把这个眼尾都去掉 再从这儿跳回去 这还不能立这个 立这个被这一吃 这儿有一只眼 所以这个要跳回去 这样呢 可以杀死这个白棋 但是问题是 这里边有很多 变化 白棋叫吃 黑棋叫吃的时候 白棋可以不去提这个 提这个被他跳回去就死了 接这个呢 当然也是 跳回去也死了 这回立这个也死了 因为这个眼 这个半只眼已经没了 问题是 黑棋这么叫吃的时候 白棋有一个强烈的抵抗好奇 就是吃在这儿 这样一来 黑棋没办法竞杀白棋 假如你立这个 白棋提掉 这个眼睁睁的看着就活了 所以这一叫吃啊 只好提这个劫 但是这样的 局部就变成了打劫杀 所以这招棋 我们看到了 尽管这个爬 也是很凶的一步棋 但是还不是局部最善 走这个的时候 人家叫吃 人家有一个反做劫的下法 这局部就要变成劫杀 所以还是相比来说 点这个是妙数 点这个是没有变化 白棋没法做劫 白棋接在这儿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再搬 就已经死掉了 你在叫吃 这个没有用了 人家可以往里送吃了 再叫吃人接在外边 提两个不活 这个是我们说的 这道题 给我们展示了政变 但是我们说有些题目 要经过深入的研究 发现里边还藏了变化 首先是这个题 第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这个斑究竟是不是先手 这个要看清楚 假如这个斑是先手 黑棋只能虎的话 白棋可以在这里弯 他补脚啊 防你这个斑断 他补到那儿去了 这个就变成大结火 黑棋下边叫吃的时候 白棋可不能沾 这个沾的话 黑棋往里一送吃 这个要死 白棋如果打吃 黑棋团入 白棋接住 黑棋破眼进攻 这马上就变成性杀 黑棋往里送的时候 白棋如果走在这 黑棋继续要杀 白棋还只好接住 黑棋再往里一场 眼外又没了 这个打都变成后手 问题是 第一个打的时候 白棋不能接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白棋可以这么顽强的坐结 这个一坐结 黑棋没法后退了 黑棋后退里边 白棋走什么都火了 比如说黑棋后退 白棋随便紧一个 再踢结的时候 接着就完了 这个就已经变成近火 所以如果这个第一个搬 是先手 这里边直接结论不是竞死 应该是打结 我们来看如果搬的话 这一棋搬在这儿是怎么回事 这脚呢是没了 这个棋因为连走两手嘛 但是白棋外边有没有棋 白棋紧这个 黑棋叫吃也好 接也好 意思差不多 叫吃稍好一点 将来有个坐结的可能 白棋长是不行的 长的话被黑棋挡住 这个棋眼位不够 但是白棋有一个拖的变化 这个看不清了 挡住 白棋就一挖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 这个时候 黑棋没有时间来点这个眼 点这个眼 外边断吃了 白棋从外边逃出去了 所以黑棋只能补外边 白棋做这个 意外的 这是做出一块打结货来 将来黑棋至少在一路上扑结了 但是扑结人提起来脚上又要有问题 所以这样的变化呢 也是一个打结杀 白棋挖的时候 黑棋如果向后退 白棋再冲 黑棋挡住 白棋接上 这个还没有 黑棋如果补外面 白棋一作业又是打结货 如果你走这个 白棋这一段 这个黑棋的外边防线要垮掉 这个太危险 这个肯定是杀不掉 我们再来看 白棋拖这个的时候 黑棋如果挖这个 白棋打吃 黑棋接住 白棋藏出去 这个到底算逃出去没有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原结局没有的变化 白棋能把这个藏出去 这个已经复杂了 白棋局部已经算获得成功了 所以说这样的棋型要注意 这个斑看来还是有点先手位的 这是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下成这个棋的时候 白棋就算走这个 黑棋点这个是妙数 没错 这个是妙数 但是这是局部的好奇 下边白棋这个斑 是不是先手 又要考验这个黑棋了 黑棋如果直接吃掉这个脚 白棋挡先手 黑棋吃这个 白棋又来一拖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挖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接住 白棋藏出去 这个可以说是白棋活棋了 因为跟刚才那个棋相比 白棋这里有一只先手眼了 黑棋想限制白棋在这里作眼 基本上不可能了 这个是白棋算逃出去了 但是拖的时候 如果你搬这个 白棋挖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 黑棋补 白棋叫吃 黑棋提掉 白棋一立 这个白棋变成静活了 这个也是明显的黑棋失败 所以这样的棋行 要看到 白棋这个斑 基本上应该看成先手 黑棋必须要硬 那必须要硬 这问题就出来了 你硬在这的时候 白棋当然不是接这个 接这个被你一吃 这个地方又静死了 白棋也不是虎这个 虎这个被你一断吃脚 这个也静死了 但是白棋可以走这个 间接的补断 这招是好奇 黑棋即使接上 白棋也还可以接在这 这个脚里就出现了意外的弹性 下边黑棋叫吃的时候 白棋反叫吃 别接 一接的时候 背着一长 静死了 但是他可以反作结 这地方又要变成打结杀 黑棋这个棋 说如果我不打结 接在这 那好 白棋也接上 我们意外的看到 在这脚里将出现双火 所以只要这个班是先手 这个里边就有坐结的余地 也就是说这道题呢 又有不圆满的地方 古人出题的时候 没看到这个外边还有这个对杀 光看到这里边有一个一点一点的棋 所以这个棋最圆满的是 外边还应该再加一个子 这样确定白棋 在这个地方二路搬身后手了 再走也走不活了 这个题才能算圆满 今天的节目就请大家 感谢观看